專業的吃貨, 其中一個賺食秘技 就是在中午的時候 去選一些比較貴的餐廳 因為同樣的食物 通常在午餐的時候都會便宜一點 這樣就可以節儉一點, 又可以有品味 對, 這間便宜一點, 有多好東西吃 適合我 而且食物場都是米豬連推介 放心了, 我們想吃什麼? 快點進來喝茶, 吃點心熱, 新鮮 好 這個招牌點心, 真真正正的菠蘿包 真的有菠蘿 對, 軟綿綿的, 你看 怎麼吃?不是教你點心 對, 放在碟裡 放在碟裡 這樣下去 真的嗎? 真的這麼好吃 對… 裡面其實打開了, 有一個菠蘿蓉 用新鮮的菠蘿蓉去做 它的外層很鬆脆 然後馬上咬到裡面的包 很軟軟軟的感覺 藤椒蝦餃餃 其實綠色的原因是因為 它早已灌入了藤椒汁 是輕輕帶過的, 有一點微麻的感覺 而且裡面已經看到汁 在蝦肉裡爆出來 而且皮真的不會有藤椒味 搶了蝦的鮮味 南人白燒賣 對, 白色是因為它是魚肉 它是和順魚的魚肉 吃下去會超級彈牙 彈牙的原因是師傅很誇張 他用了40分鐘來手打魚肉 才能做到這個質地 熱身了, 主菜上場 我想說, 這些最普通的食材 做到最不普通的味道 果然是米豬蓮推介 來吧 清淡一點吃這些, 好嗎 清淡一點? 清淡一點 你先幫我們拌一拌漿蝦 拌勻 首先, 漿蝦是深海魚 吃這個魚生更好吃 先把油封住漿蝦的魚生 再拌一些醬油, 令它更好吃 然後先加濕的盤菜 有些薑絲 有些… 蘿蔔絲 對, 蘿蔔絲 最後加了檸檬葉絲 蔵胭絲 然後有些… 蔵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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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重點來了, 經理說要加點海鹽 才可以釣起漿蝦的味道 否則吃下去沒有那種味道 魚很薄 真的 很厚 很厚 口感會不會太豐富? 很豐富 會 有脆、軟、有滑、有香、有嫩、有炸 而且吃下去的口感很細膩 因為雖然有很多材料 但每一種材料都切得很細膩 而且我沒想到那個張紅魚的口感 是這麼滑滑滑滑的 我們嘗嘗那個燒尾三瓶吧 我們先嘗嘗黑叉吧 先嘗嘗黑叉 黑叉因為它用了半肥瘦的黑毛豬 你看看能夠漂亮, 燒得 它很香 而且它的醬汁是完全黏著整塊叉燒 咬下去一點也不騷 然後還要有豬的香味出來 對 Phoebe, 你說這是脆叉嗎? 脆叉真的很少吃到 脆叉是… 脆叉是比較多的 其實很像小燕仔 但是肉裡面全都融化了 融化了, 吃不吃 酒地鵝吧? 酒地鵝 它在燒之前已經灌了… 燒蝦汁 蝦汁 蝦汁 所以它在煮的時候 已經融入了在肉、骨、皮裡 對 這就是肉質精大王 你看它的皮 這條魚一定要晚上捉才行 捉完之後也不能讓它看到陽光 因為看見陽光就不會有這麼漂亮的 金黃色 它這麼大條, 起碼有碎半 而且很特別, 它配了肉餅在裡面 它的魚肉很軟 糟糕 是不是很軟? 它的肉餅的鮮味是滲進肉餅裡 很有趣, 挺融合的 這是黑松露懷山炆鮑魚 說… 說重點 你知道這道菜 如果在晚上吃, 要二百多元 我以為有不同顏色 不是, 二百多元, 當然會多一點 來…大家 現在下午, 百多元就可以試到了 整件事很划算 很划算 就像吃乖丹林一樣 對 晚上的味道更貴 炆了這麼久, 還有鮑魚鮮味 不會被醬汁搶走 但一定要黏著黑松露吃 對, 還要有微微的黑松露味 好, 又是計算時間了 你們猜一餐吃了多少錢 也應該比較貴一點 我帶你們來吃, 當然要性價比高 這餐吃了1016元, 加上一小碗 除了四, 每人大概是280元 對… 很好吃 有鮑魚, 也這麼划算 對 所以要吃性價比高的食物 深圳裡, 我覺得找精緻的中餐 是不能輸的 來, 吃 好, 也好 來, 也好 中文字幕——YK